我是叶淑芬 我们今天请到正面觉察教育专家 张士杰老师到我们节目 上一个阶段 这样就说士杰老师帮我们点出来 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有需要调整 好像有一点不对了 那我们请士杰老师来教大家 OK 那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很注重善恶这个 恶元对立的一种道德标准来教育小孩 通常会制造出哪三种人 这是我这个归纳出来的 第一个 如果你是那么的善恶分明的严厉的教育 也许你是虎爸或虎妈 你很容易制造 第一个 扬奉阴违的小孩 在你面前他会表现得很好 可是私底下又是他的一套 你看到都是假象 你不能怪他 因为他觉得跟你沟通很困难 他很难撼动你的标准 所以在你面前就先符合你 私底下之后他勇敢做自己 好 那第二个人 也因应这种阳奉阴违的人 他会变成说谎高手 有 他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 我小时候也会常常说谎 因为我怕被骂 我怕被骂 所以 谁喜欢每天被骂 所以他最好最好的方法就是他说谎 那你 那这样子如果你越严格 他就谎就说得越多 是 谎一个接一个 下一次又要更高明 所以你的说谎技巧就越来越提升 所以你要让小孩子变成说谎高手 其实也很简单 你就对他严厉一点 这讲反话了 好 第三个 严厉的道德教育呢 也会制造 压抑情绪的精神疾病患者 我刚刚提到的 比如说是强迫症 那个 精神分裂 现在叫做 知觉失调还是什么 对 知觉失调 知觉失调 那也可能制造出忧郁症或躁郁症 就是因为他长期压抑情绪的一种反弹的一种心理疾病 所以我们真的好好的省事一下 是不是要有一种更宽容的态度 好 那我先要提出一些所谓 正念觉察的道德的观点 这也是对传统道德的一种 省思或者是一种翻转 首先正念觉察认为 调适情绪是品格的基本功 你想想看 一个可以常常把心情调到很好的人 一个平静跟喜悦的人 他会去杀人吗 对不对 一个平静喜悦的人 他会去自杀吗 不会啊 所以我们 道德行为的根本 它最下面那个基石叫做 调和情绪 调适情绪的能力 所以教调适情绪 就等于是在教品格教育 我们常不说善恶一念间吗 是 一个常常能够看到自己情绪的人 你今天要打人之前 你吸口气感受一下自己的怒气 你就跳出我们上次讲那个 二分之一秒的那个惯性模式 那他是不是就没有骂人 没有杀人 没有打人 这是不是变成好行为了 是 是啊 好 第二个 就是正念觉察认为 没有人是完美的 犯错能够改正就值得称许 没错 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某位 民意代表他持续外遇 我们就不讲是谁 那大家可能就会把他骂翻了 可是就 以正念觉察来讲 他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人真的是 惯性不容易改正 那还有比如说 某一位那个知名的作家 他常常骂人 觉得非常的义正词音 可是他自己也劈腿啊 某一位厨师啊 他后来也被爆出 这些很多的例子 当大家都一味的去批评他们的时候 可是正念觉察会认为说 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们要容许别人犯错 那只要他能够觉醒 他能够改正 这个错误就很值得 当然如果犯了错又不改正的话 他自己就要自己 就承担这个结果了 基本上他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批判 这是第二个 没有人是完美的 犯错能够觉醒就值得承许 好 那第三个就是说 真念觉察他会先接纳真恶 真心 真实的那个恶的行为 因为这样才不会有伟善 就像我刚 我上次提到 那个小朋友骂我脏话 他还写在黑板上 这是 他是说真心话 他是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如果你先接纳了他 你看后面因为我接纳他 他教他怎么样去做身体扫描 这样他后来 他就说出了一个 老师是我 这六年来对我最好的老师 你看我因为接纳他 然后激发他另外一个散出来 我输不论他以后会怎么样 如果有人持续接纳他 我相信会更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小孩 表面上是很乖的 他很听话 作业也做得很好 人际关系也很好 也很有才艺 可是呢 他有时只是讨好老师 有时候只是 阳奉阴为而已 所以 我们要先接纳 接纳即使他是恶的 我们也先接纳他 然后再去进一步的 辅导 对 那再来就是 正念诀堂没有那么绝对的恶分法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因为有时候 善的事情呢 也可能是假的善 有些恶是他真心为恶 这个我们看看那个金庸小说里面最常这样子 对呀 反派角色你都会同情他 然后呢 就会觉得这些正 说是什么正道人士 明明正派里面常务纳沟 对 然后都对人都那么的不慈悲 对呀 所以善恶的标准呢 其实没有那么的绝对 这是 真理学材一个观点 再来就是说 好 你让人家产生罪恶感 你跟他贴标签之后 如果他伤害了自己 这也不道德啊 我们不是说 我们有时候批判一个人说 哦 你这样做很不道德 然后给他贴很多标签 贴很多标签 结果他产生了罪恶感 最后他把自己给杀了 请问 他是不是也在杀人 你这样贴标签也不道德 对不对 好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下一个关系就是说 自然道德比人为道德更究竟 自然道德 我不要 比如说老子不是有写一本《道德经》吗 它里面讲到宇宙人生的道理 好 比如说 以退为进 那还有我们常听到比如说 赛翁司马 焉之飞福 我们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就是宇宙间 人的运作可以完善为原则 对 这个是比较属于来自于宇宙给我们的一些启发 也许是从大自然里面发现的一种道德 可是有些道德是人想出来 人定出来 那个叫人为道德 人为道德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可是常常他也会制造一些问题 所以自然道德我们要多去了解 自然道德简单说就是一种智慧的东西 对 放诸四海皆准 没错 就是说你看你定了好多规矩 规章 第一步要怎样 第二步怎样 是 多少人会做得到 他做不到他就阳奉阴违 是有说谎 对不对 然后开始就是 就是一些合理的借口给你 所以事情就做不好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公务人员 他不是定了一堆 哇 规章制度 对不对 做不好 公务人员惩戒法 吓死人了 对 所以就要有一套 可以让你不是说脱罪 就说我们要如何让他运作顺畅的法则 就出来了 然后是为了潜规则 就会出来了 所以很多时候就说 古代人说什么无为而至 其实就是说怎么样用人性来做事 对平衡而不是说对错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 郑恋局他认为说 其实没有所谓的坏人 这点也许观众朋友会听的 觉得好像太理想化了 其实郑恋局他认为说 没有坏学生 只有不被关爱跟不会觉察的学生 可是这个坏本身就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一个标签 其实坏学生的一些坏行为的背后 是因为他可能没有被爱 他从小就被批评 于是他用那个来坏行为来平衡 或者是说从小没有人教他说 怎么去做觉察 所以他就表现出那些坏行为 刚刚讲的这些新的道德 那我可以教各位家长 文老师几个很实用的品格教育的方法 这很重要 当然第一个还是要交觉察 因为可以让他看到自己情绪的来去之后 就不会被通常所谓的不好的行为 他都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放逸情绪 放逸生气 他就去做坏事了 他如果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气 也许就多一些自知力 那还有我会常常叫小孩子 做一些表面上很枯燥的事情 比如说叫他一笔一画的 专注在当下 纸笔摩擦的那种触觉的觉察 小朋友做一阵子的时候 发现原来写字也很好玩 有时候给他们吃白饭 感受一下饭的饭香 甜味 对 或者是叫他独处十五分钟 十分钟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你只是单纯的感受当下 从小让小孩子体会枯燥乏味 因为很多人会贪婪 会去做事 就是因为觉得当下太无聊了 太无聊说我要去做有聊事情 比如说去破坏 找刺激 OK 所以从小让小孩子能够学习 面对一些平淡无味的枯燥的事情 学习跟自己相处 对 独处 再来第二个 也可以教小孩子面对诱惑的一种体验 比如说 这很重要 像我以前国外不是有孙仙 先别急着吃明花糖 哎呦 对 那我会让小孩子找一个 他最喜欢吃的零食来 明花糖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讨厌吃 或喜欢吃 可是他最喜欢吃的零食 一定是他非常强烈的欲望 那我在请他在吃之前呢 先感受一下那种欲望跟冲动 先吻先不吃 然后再这样子引导他去 这就是我们的欲望 那如果我们有时候没有控制好这个欲望呢 让他马上就去满足 也许就会做错事情 就由这个来隐喻 就是说我们不要被一些诱惑的东西 所一直牵引 当然我最后还是会让他们吃 这是第二种 就是面对诱惑的体验 第三种就是说 认错的勇气 这个很重要 我通常会让他们不具名 写下从小到大 自己做错过的措施 而且是这件事情可能耿耿于怀 觉得自己是一个烂人 一直不能原谅自己的事情 那这很有趣 小朋友就会 有些敢把心 你就可以听到很多 原来他们干了那么多坏事 比如说作弊 爬墙 偷钱 甚至霸凌别人 那有些是大人写 他说我嫁错老公 那还有几个 我听到就是比较震撼一点 就是他曾经自杀过 但是没有成功的 类似像这种 你就可以了解他们内心的世界 然后我最后会做两件事情 我跟他们说 不论你们写什么事情 第一个老师一定会保密 因为你不用写名字 第二个老师一定会原谅你 我百分之百原谅你 开个玩笑就好像神父 赦免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这件事情 可能藏在心中很多年 都没有办法跟人家讲说 我真的那么烂 这个很需要 对我就赦免了他们 我说你从现在开始没罪 但是呢 一定要记住老师的话 你下次如果要重复犯这个错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老师教你的 慢慢轻松看 觉察那个 做的那个冲动 你一个字 全部都忘记了没有 你就记得那个慢字 是 其实宗教信仰里面也有一块 是专门在处理这个部分 就是有忏悔的机制 声响 所以你才有告解事 对对 因为你知道知错才能改 对 好像人在认罪的时候 就能够原谅自己 好奇怪 是啊 而且你这个过程之中 你会觉得说 我曾经有一个 一个学生 他这样写 他是个大人 他说 老师你让我写下这个 好有疗愈作用 因为我一直不敢给人家讲 这件事情 那有你口中说说我原谅你 他觉得心非常的舒坦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原谅的 那下一步还要更重要就是说 我不是只有原谅你 而且我还教你最重要的是 你要回到常常能够觉察 才不会掉入惯性不断在犯错 这蛮重要 你能够松动这个惯性 你能够常常跳出这个惯性 你才会更有选择行为的一种 主导权 这个就是你变成要训练觉察到变成习惯了 要不然就不容易 所以你没有发现 觉察才是真正深耕的品格教育 不是讲表面的赏善罚恶 然后再给你好像一个暴力 甚至就给你变成身心疾病了 我就举个例子 美国旧金山有一个学校 他枪击事件很多 学生中错率也很高 上课常常失去控制 经常在走廊打架 在墙壁上涂鸦 咒骂老师 他缺席率是全市最高的 老师也常常请假不来学校 怕被砍吧 可是他们做了一两年的这个觉察之后 学生的中错率下降了45% 出席率高出高了98% 而且20%的毕业生都考上了当地的一个精英的高中 所以这个也就是品格教育运用在学校的一个实证 在台中有所学校他们的长期做觉察教育 他就敢去面对责法 这个人就所谓的诚实 看这也是平常心 对不对 这也是觉察 然后把原本很贪婪的心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先别急着吃棉花糖的那个实验 欲望诱惑 调到平常心 觉察到平静了 然后于是我们又多了一个名词叫做 这个人叫做不贪婪 这个是连结 守本分 有没有 好 再来一个原本很害怕的心呢 把它调成平常心 他变得勇敢 都是平常心 把生气的情绪呢 在觉察成变成平常心 他就可以尊重跟孝顺 是 一个生气的人就是很容易去骂别人 可是他因为调到平常心了 所以他会尊重别人 他也会对父母心比较好 这个叫做孝顺 是 然后再把容易放弃 什么事情遇到困难就放弃了心呢 调到平常心 接纳这种失败的情绪的时候 他变成勤奋有恒 他持续下去了 然后再把低落的情绪呢 调回到 接纳他这个低落的情绪 调回到平常心的时候 他学会了乐观 因为他会回到乐观 是 所以你没有发现 讲那么多都是回到平常心 觉察之后回到平常心 最后产生了很多的道德德目 有没有 只要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就是在当下常常保持觉察 他就会自然产生很多的良善的行为 而且这种东西是很轻松 又很根本 不是从外向去判断的 而且每个人都做得到 对 所以觉察是品格之物 所以其实我们教育的方法 还有教育的方向好像都搞错了 对啊 所以为什么前面那么多的 那个品格教育的一个调查 一直走下坡 因为真正能够拯救我们品格的事 在当下觉察 是 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练 因为每一个人练才会都有效果 然后整个社会就一起改善 所以很希望大家自己多添几遍吧 我们从自己先做起 因为自己做得到 那你周遭的朋友就影响得到了吗 是 好 我们要搞对方向 好 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谢正念觉察教育专家张士杰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